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句话说 远亲不如近邻 几个邻居好朋友 这次又出海了 出海 钓钓三门鱼 做一些示范动作 给一些爱好三门鱼的华人朋友做个示范 网上有的 你要比人家拍的好 自己玩的拍的 有的不一定 因为这个华人捕三门鱼的的确不太多 我们现在捕三门鱼也就刚刚这几年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情 多少年前中国人是三门鱼吃都没吃 听都没听说 还有个三门鱼呢 把这个鱼整个给我展示一下 老板 看一期上有没有什么东西发现 五十尺 现在是五十到七十五 三门鱼至少两个人要配合 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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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错了 来了 跳得挺厉害 小心点啊 小心吧 这活儿我干上这儿 才叫我这个 你干这个大点是吧 你感觉大 不大不大不大 十磅左右吧 来来来来 在这在这 好 哇 哇 没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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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翻,翻,翻一下 哎呀,哈哈哈哈 哎呀,等一等,你看这钩子够老了 这个鱼是白色的 这是一段非常好的教学示范 很多华人朋友都喜欢钓三文鱼 苦鱼,操作技术复杂 看完这段视频,连续看上三遍,就OK了 海警检查也是随时可能发生的 远处就是海警 它上来咋又不能录 所以今天做个记录 啊,那钓三文鱼,一个有刺,一个没刺 那钓上来的这一条是没刺掉的 看它怎么处理 哈哈哈哈,他的感想 嗯,碰到警察的感觉上 这不紧张,不紧张,这儿的警察讲理 哈哈哈哈,被警察抓了也没事 哈哈哈,被警察抓了也没事 想着有个心理,中国人就这么个心理 是吧,闲想着没事 是吧,哪会检查这么小的细节 对,你再谈谈感受 谈谈感受 嗯,这温哥话要撑起手法 什么小事情都要做最小最小的那个出发 对吧,就这样,就这样感受到 哈哈哈哈 而且你看他调查了多认真 是哪个狗钓的鱼,是吧 他还怕咋说谎,你那同意有没有 他还要,要把铜打开 干啥呢? 这个地方有鱼了啊 有鱼,而且你看他 现在鱼这么多 咱现在可以再下一个 反正咱也不违法 但是,咱俩不能 两条啊 两条啊 两条,不过三文鱼如果不登记 我那个电子的证,他也算 嗯,对 那你不登记嘛 他是你要,拿着纸要登记 不是,那他钓鱼呢 就听见你们在呼唤了 按规定反正你自己 大鱼倒多,张鱼倒少 看他说过 乌云 乌云云不 被罚宽150 还好还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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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